这个男人虽然抵挡住了寿潮 可却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前不久 在苏平解决了彼岸的分身后 龙江所有幸存的劳动力 都开始有条不紊的对寿潮残留下来的资源进行挖掘 此时一名小嘎嘎正卖力地挥舞着手中的斧子 将凶兽尸体上的尖角材料给切割下来 望着身后塞的满当当的背包 小嘎嘎不由地意道 今天的收获快赶上我一年的量了 说到这 小嘎嘎忽然朝底下的平头男开口道 龙江的人 你们不会反悔吧 而平头男则十分肯定地回应道 苏老板说了 凡是来增援的基地是都有功 这是你们应得的奖赏 安心搜刮便是 可其中一名男子在搜刮完之后 忽然一屁股坐到地上叹息道 再多的奖赏又有什么用 一次受潮就死了这么多人 城也破了 彼岸也跑了 我们还能防得住下一次吗 只见城墙内已经遍布残骸 医疗人员不断地将那些还存活的伤员抬走 而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宠师则被堆放到一起 看起来凄惨无比 就在这时 尼岛人影忽然走到小嘎嘎身后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只见秦渡黄半蹲在小嘎嘎身后 语气严肃地告诫道 这次的战斗 我们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但请牢记一点 我们挡住了兽巢 说到这 秦渡黄的剑眉猛然一挤 语气严肃无比地开口道 凶兽没有踏过我们的尸体 去非是我们的家人 这场战斗是我们赢了 说到这 秦渡黄便猛然起身 然后将小嘎嘎扶起 同时朝着四周的战宠师 语气激昂道 不仅如此 苏老板还亲自出手打退了彼岸 并且还是孤身一人 就打退了传说中四王之一的彼岸 原本情绪低落的众人 在听到这番话之后 原本低落的情绪立马就开始缓缓退去 见众人逐渐恢复了精神 秦渡黄立马猛地握紧拳头 发出一道响亮的呐喊 彼岸他们没什么可怕的 我们要做的只有一点 那便是尽我们所能的去提升战力 巩固我们的城墙 当下一次受潮来临时 让那些狗杂碎有来无回 话音刚落 众人的情绪立马就被秦渡黄给弄得高涨起来 不再沉溺于惨烈牺牲的悲伤当中 在秦渡黄的一番激昂演讲下 众人立马就不断高呼着 有来无回 就连周族长也被奈喊声给吸引到了城墙边上 不过他却没有跟秦渡黄一起去鼓舞士气 而是神色莫名地望着城墙下的惨况 与此同时 小淘气宠兽殿内 苏平在回收了能量水晶后 便第一时间赶回到了店铺当中 在进入店铺后 苏平便直奔宠兽对战室 熟练地选择了平原环境 随后苏平便将从藤万巨人身上回收的能量水晶全部取出 然后堆放在对战室内 苏平选择以一小堆的形式全部堆放到了对战室当中 瞬间整个平原就被密密麻麻的能量水晶给堆满了 望着手中的能量水晶 苏平不由暗暗思索了起来 彼岸这次袭击的目标 刚刚好都是我开了分店的基地市 他的目的不出意外就是 想占领系统店铺 吸收店铺产出的优质资源 猜测到彼岸的目的 苏平立马就缓缓起身分析起来 他当时并不知道我身处店铺时能无敌 本想以此作为底牌 彻底将彼岸给除掉了 可我失算了 没想到所解决的并不是彼岸的本体 一想到这 苏平顿时就陷入到自责当中 这一战可谓是底牌进出 而且伤亡的战宠师数量也极为庞大 却换来一个他无法接受的结果 来了来了 这个男人为了击败彼岸 毅然选择突破自己的境界 打算以此来破局 就在刚刚 苏平虽然成功抵挡了兽朝 可他却对此并不满意 他没想到自己打出了所有王牌 只是换掉了彼岸的假身 不过苏平很快就冷静下来 开始认真的分析起来 不过彼岸的假身既然能轻易破城 为什么他一开始不直接这么做呢 冥冥破城之后 再让兽朝进入城内屠杀 让守军两头难顾才是最赚的打法 一想到这 苏平不由回想起 白老曾经告诉过自己 关于四王被封印的事情 莫非彼岸他当时没有这么强的力量 听白老说 当初人族大帝牺牲自己 以浩瀚心力镇压深渊的入口 如果镇压的心力没有完全消散 那么他强行突破 必定会受到严重的反噬 实力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若彼岸在突破浩瀚心力的镇压后 元气大伤 然后回到了蓝星 但他必然会想尽办法 吞噬其他生命来恢复实力 一想到这 苏平的眼眸立马猛的一亮 这样一来 整件事情的始末就说得通了 望着眼前堆的满当当的能量水晶 苏平不经瞳孔一缩暗暗骇然道 那么这些水晶 对于彼岸来说 肯定不是食物那种不痛不痒的东西 而是用来养伤的至关重要之物 苏平理清了思绪后 对于彼岸的恐惧瞬间就减轻了不少 只因他已经搜刮了彼岸 这么久以来所积累的全部能量水晶 此时苏平心中的疑虑已经一扫而空 他立马就开始运转心力 同时在心中暗倒 彼岸现在失去了 这些水晶 并然还在虚弱状态 我如果能踏入传奇第三境的天命境 便能干掉它 一想到这 苏平立马就开始专心运转心力 然后迅速将场内的能量水晶转化成心力 尽数吸入自己的体内 苏平所修炼的混沌心力图极为奇特 能够不停运转和吸收心力化为己用 能量水晶所带来的庞大心力 量变足以造成质变 在将能量水晶吸收完毕之后 体内澎湃的心力不断涌出 使得苏平止不住地发出一阵爆喝之声 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响起提示音 宿主等即已突破至传奇异境 盼海境极限 领悟空间法则前置技能 其一神之眼 效果 神之眼拥有着捕捉信息的速度易于常人 其眼里的世界速度可短时间内至多下降为原本的0.01% 而顺利突破到汉海境极限的苏平 这才缓缓从空中落下 开始感受着自己体内的细致变化 在睁开双眸的瞬间 苏平立马就暗暗震惊了起来 太不可思议了 身体感觉轻盈了上百倍不止 就像刚从生铁胶筑的躯壳挣脱出来一般 还有神之眼 只要有他在 即便比我整整高出一个境界的人出手偷袭 恐怕也会被我第一时间察觉 没想到这么变态的技能 居然只是空间法则的钳制技能之一 难怪乔安娜说只有掌握了法则之力 才能奈何得了彼岸 看来所言 非虚 就在这时 对战士的大门忽然打开 感受到苏平身上所传出的恐怖气势 周组长立马呵呵一笑道 恭喜苏老板顺利突破 见周组长找自己 苏平立马转身询问道 找我何事 周组长文生连忙恭敬地汇报道 我们在这场受潮中折损了大半优秀的战宠师 剩下的人即使得到补偿 恐怕也经不出太大的风浪 一听这话 苏平不由捏了捏下把陈寅道 那你有什么主意 周组长当即就恭身一礼建议道 我们需要补充有声力量 才能抵挡住下一次的受潮 而一旁的唐如烟忽然握紧双拳开口道 沦陷的基地势力除了有参与的彼岸叛军势力外 还有一些根系庞大的世家拼命抵抗至今 如果能解救他们 肯定能成为我们的力量 苏平文言不由眉头一挑 但他却有些疑惑地望向唐如烟开口道 拉拢上存的大家族的确是个好主意 但你怎么会对这件事如此上心 而唐如烟在沉默了片刻后 忽然咬牙切齿地低声道 我们唐家的总部被包围了 此话一出 苏平不由眉头一挑有些压异道 还有这是 谁敢为你们唐家 唐如烟不由低着头 一脸急切地解释起来 是该死的司徒家和王家 他们与我们唐家皆为亚路区 横跨了数十个基地式的庞然大物 这次彼岸之乱 他们非但没有一致对外 反而狼狈为奸 加入了彼岸势力 想借此一举吞并我们唐家 说完 唐如烟忽然身子一弯 直接扑通地跪倒在苏平的跟前 紧接着唐如烟就一脸忧伤地 抬头望向苏平恳求道 我这辈子没求过谁 恳请准我离殿 回去救急 这个男人为了对付四王之一的彼岸 竟对百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就在刚刚 苏平才刚结束完修炼 没想到唐如烟就忽然前来跪求自己 恳请准我离殿 回去家族救急 苏平闻声却没有回应 而是有些诧异地望着 居然给自己下跪的唐如烟 苏平不禁回想起 当初第一次见到唐如烟的样子 他当时是多么的高傲且目控一切 一想到这 苏平就忽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他记忆中的唐如烟 可不是一个这么轻易低头的人 望着悲风屈膝的唐如烟 苏平不由暗暗思索了起来 平时一贯心高气傲的唐如烟 居然愿意放弃尊严 有点反常啊 当即苏平就眼眸微眯开口道 你说司徒和王家联合侵吞唐家 就算我准你离殿 凭你一介封号未到的赞宠师 能做什么 你能挡住唐家都挡不住的两大家族吗 闻言 唐如烟的脸色瞬间一宁 然后语气坚定地回应道 就算不能阻止家族覆灭 至少我也要把他带出来 一听这话 苏平立马就明白唐如烟 为何如此急切着要回去 原来他是想回去救人 随后苏平就环抱双臂再次开口道 反正我也正有此意 你大可把人员名单和位置告诉我 何必自己去冒险呢 此话一出 唐如烟瞬间就陷入了沉默当中 显然他不太情愿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好办想之后 迫于无奈的唐如烟只好老是回应道 那不就等于刚逃出魔窟 又要落入你的魔掌了吗 一听这话 苏平不禁微微一笑开口道 原来你在担心这个呀 倒的 那么神秘 你不愿说就算了 随后苏平就拨通了钟灵彤的视频通讯 然后直截了当道 期半契约的进度开发的怎么样了 钟灵彤文言联盟拿起资料汇报道 多亏有老师提供的材料 研发的很顺利 估计在有五个月就能进行首次测试了 苏平文言不由眉头一皱道 五个月 彼岸恐怕不会给我们那么多时间了 而钟灵彤则有些无奈道 可是以我们天龙学院目前的设备和人力来说 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见还有能加快进度的机会 苏平立马询问道 也就是说如果有更好的设备和更多的人才 就能加快研发速度了吗 与此同时 圣光基地是培育师协会的会议室内 正在开会的百老忽然就收到苏传奇的来变 百老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中断了会议 然后快速连接了苏平的通讯 而会议室内的众人在看到苏平的投影后不禁低声议论道 是那个率领龙将击退了彼岸的男人 听说他还不到20岁 这么年轻就拥有与天命尽分庭抗礼的实力 在这个心力衰退的时代 还能诞生如此强大的战宠师 真是我等的幸运啊 就在众人感叹之时 百老却忽然一脸不敢置信的惊呼出声 你说什么 你要征用全球的科研设备和人员 炸了炸了 这个男人居然对自己的员工使用 惨无人道的无限复活培育大法 就在刚刚 苏平在得知需要5个月才能研发出羁绊奈约后 他十分果断地拨通了百老的电话 并且还要求征调全球的科研团队帮他完成 苏平见百老的反应这么大 立马就连连白手解释道 没那么夸张 只要最尖端的那批就行了 太菜的应该帮不上什么忙 我要他们一个月内搞定一个项目 文生 原本还在疯狂夸赞苏平的培育师高层 B级就傻眼了 正用全球顶尖科研人员一个月这种事情 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当即众人就朝着苏平发出阵阵咆哮 太乱来了 苏传奇 您知道全球最简短科研 停摆一个月意味着什么吗 就算您是击退了彼岸的大英雄 也不能这样瞎胡闹啊 见众人的反应这么大 苏平立马就果断地将通讯器给关闭掉 而察觉到动静的钟灵童不禁恶然道 老师你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啊 好像有很多人在骂你 而苏平则笑嘻嘻地摆了白手道 没事没事 人已经给你找好了 加油干吧 稍后我会让他们联系你的 随后苏平就关闭掉钟灵童的通讯界面 然后直接转身将训练室的大门给打开 眼看苏平要走 还在等待答复的唐如烟顿时就急眼了 喂 我们的事 你还没有答应 闻声 苏平顿时就停下脚步居高临下道 你们小身板别说救人 不白给就算好了 过来 出发前先带你 去升升级 此话一出 唐如烟立马就愣住 他没想到苏平不仅答应让他回去 还要带他去升级 苏平见唐如烟呆愣在了原地 便直接转身打断道 我们宠兽店的员工可不能在外面跌份了 很快 苏平就带着唐如烟进入到了培育卫面当中 刚进入卫面 系统立即就响起提示音 本次探索时间为八天 培育地内一日等于外界一小时 助探索好运 而唐如烟在进入培育卫面后 立马就有些震惊了 这是哪里啊 苏平则头也不回地敷衍道 这是我的秘宝制作出来的幻境 见唐如烟还狐疑地四处张望 苏平立马就出声打断道 你别管这么多 先顾好自己的安危吧 话音刚落 唐如烟忽然浑身汗毛直立 一阵凶残咆哮声猛然从他身后响起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头双腿直立的九阶 凶兽就已然袭到了他的身后 紧接着凶兽就猛然朝唐如烟挥下那恐怖的立爪 毫无防备的唐如烟瞬间就被这一爪子给拦腰斩断 而苏平却只是默然地坐在不远处的石块上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发生 唐如烟这才竟培育卫面不到两分半 就被轻松秒杀了 紧接着苏平眼前就出现了系统的提示框 宿主临时契约目标唐如烟已死亡 请问是否复活 看着那熟悉的提示框 苏平没有任何犹豫 十分熟练地点击复活案件 下一秒 本已经丧失生机的唐如烟 那被腰斩的身躯在一股强大的力量下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修复 他在恢复意识后不禁有些后怕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难道已经死了吗 苏平见唐如烟还一副呆愣的模样 立马就开口打断道 都说这是幻境了 你要真想去救人 就别分心 专注眼下的战斗 话音刚落 那只本来准备离去的凶兽 没想到唐如烟居然活了过来 他立马就再次爆发出一阵怒吼 迅速朝着唐如烟再次袭去 不过唐如烟在苏平的提醒下 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他在凶兽落地的瞬间 快速地起身连续翻滚 一下子就拉开了凶兽的距离 紧接着唐如烟就开始催动 自己体内的心力冷哼道 知道了 不就是九阶的凶兽吗 我杀给你看便是 这个女人为了能守护自己的妹妹 禁箍身一人独占一群九阶凶兽 而唐如烟之所以迫切地想要回到唐家 只因她还有着一个妹妹 二人从小相依为命 但性格却截然相反 唐如烟从小的梦想便是仗剑走天涯 为此她小时候没少受伤 而她的妹妹跟她却不同 二人感情十分的好 每一次唐如烟受伤 都是她的妹妹帮忙照顾 就连上药止疼 她的妹妹都已经很是熟练 甚至在给她清理伤口时 还会细心地分散她的注意力 唐如烟从小开始就十分感激 有妹妹的陪伴和照顾 而她的妹妹更是贴心道 我会照顾好咱们唐家所有人的 特别是姐姐 唐如烟从那以后 也在心中暗暗发起了誓言 我也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正是这个坚定的信念 让唐如烟在不断地和凶兽战斗中突破自己 哪怕反复死了许多次 她也依然坚持了下来 不过凶兽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没等她喘息几口 两只凶兽就再次发起了突袭 经过反复的死亡 唐如烟已经基本掌握了凶兽的进攻套路 她脚下猛的一蹬 就躲开了第一只凶兽的扑击 紧接着唐如烟就在半空快速扭转身躯 在调整身形的同时迅速锁定身下的那只凶兽 紧接着就传出嗖的一声 唐如烟直接从半空坠落 没等凶兽反应过来就已然骑在了她的身上 不过悠悠久接站立的巨狼 在察觉到有人落到身上的瞬间 立即就开始疯狂挣扎 而唐如烟也险些被甩飞出去 不过唐如烟还是咬紧牙关 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地抓住了巨狼的绒毛 为了让巨狼能老实下来 唐如烟手中的骨刺猛然落下 她的攻击落点显得很精妙 再次入巨狼紧搏出要害的瞬间 巨狼的嘴中瞬间就喷出一大口番茄酱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却忽然传出树道破空之声 几枚新红色的尖刺猛然朝着唐如烟击射而出 而正在忙着解决身下那头凶兽的唐如烟 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幸运的是那树枚尖刺只是透过了她的头发 并没有伤到她 而那头巨狼箭一击不中 便发出一阵凶狠的咆哮 她的周身立即就响起一阵嗡鸣 数十根尖刺瞬间就凭空浮现 紧接着巨狼凶兽就发出一阵愤怒的狼吼 那数十根浮空的尖刺立即就如同离弦之箭 朝着唐如烟飞速射去 面对如此密集的攻击 唐如烟深知自己的肯定躲不掉了 她立即果断使出唐家秘术不动流离身 下一刻 密集的尖刺雨就轰落在唐如烟所在的位置 那头受伤的巨狼瞬间就成为了靶子 而唐如烟则一边加大手上的力道 同时还不断催动体内的心力 维持不动流离身来进行防御 这个男人为了帮助女员工提升实力 竟掏出一枚绝世奇珍准备帮其突破境界 就在刚刚 唐如烟为了干掉身下的九阶巨狼 竟开启不动流离身硬扛恐怖的尖刺雨 虽然不动流离身是唐家最强的防御秘术 但在九阶凶兽的攻击下 还是有些不太够看 唐如烟身上那层防御护照 仅仅只是支撑了片刻时间 就被轰得稀碎 虽然唐如烟被尖刺雨波及 但他那紧握骨刺的双手 却没有松手 反而握得更紧了 只见唐如烟忽然俯下身子 紧贴着巨狼的皮毛 不断催动心力维持那残存的护照 手中也同时不断用力 用骨刺切割着巨狼的身躯 在生与死的反复锤炼当中 唐如烟这下是彻底的爆发了 哪怕是七阶战九阶 他也不在位局 在唐如烟的一声大喝之后 他手中的骨刺终于贯穿了巨狼的身躯 他竟然硬扛着九阶凶兽的攻击 强行将身下的那头巨狼给干掉 见此情景 不远处的那头巨狼不由停下了攻击 而唐如烟身下的那头巨狼 也在这时轰然倒地 直接与命当场 但是唐如烟并没有停止 他忽然猛地从巨狼的身上站起 然后将那骨刺给拔了出来 虽然持续的高强度战斗带给了他很重的负担 但是他却像沙神一般 浑身沾染着番茄将再次朝着那头巨狼缓缓逼近 这一刻 唐如烟的眼神终于变了 他的一举一动 都散发着恐怖的杀气 身为九阶凶兽的巨狼 在感受到唐如烟身上所传出的杀气后 立即就萌生了退意 下一秒 那头巨狼就十分地果断地来了个90度急转弯 死亡的威胁让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 可唐如烟并不打算放任他离开 在看到巨狼转身的瞬间 他立即就瞄准巨狼的退路 然后飞速制出手中的骨刺 下一秒 就传出扑痴的一声 唐如烟所制出的骨刺 精准无比地贯穿了巨狼的大腿 紧接着那头巨狼就猛地一头栽在了地上 腿部所传出的痛感 让他开始不断地发出阵阵咆哮之声 而唐如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巨狼倒地的瞬间 他立即脚下一灯迅速飞身跃起 那头巨狼也敏锐地察觉到唐如烟的逼近 他强忍着痛苦迅速起身 然后再次催动尖刺攻击企图阻拦唐如烟 而唐如烟在几个闪身间 就悄然来到了巨狼的身旁 一把将那柄骨刺给拔了出来 紧接着唐如烟就抄起骨刺 瞄准了巨狼的紧迫处 用尽全身力气发起了突袭 而行动受挫的巨狼根本来不及躲闪 竟被唐如烟硬生生地干翻在地 经过这番连续的激战 唐如烟显然已经累得够呛 不断地喘着粗气来调整状态 而最后那头倒地的巨狼 也隐恨在唐如烟的手下 七阶占九阶 哪怕复活了许多次 但唐如烟还是顺利地将附近的凶兽给全部消灭 只见唐如烟的四周 已经遍布各种九阶凶兽的残骸 连续的生死搏杀 显然已经将他的潜能压榨出不少 他的战斗经验飞速提高 战斗的嗅觉和灵敏度也上升了数个档次 而一直在旁边观战的苏平不禁暗暗压一档 殿里劳务缠身 本以为唐如烟的身手会因此生疏不少 没想到现在反而比最初遇见他时精进了几分 在神之眼的观察下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看来他私底下没有丝毫松懈 如今加上死亡培育疯狂榨取潜力 等级已经轻松突破至八阶上位 越级斩杀九阶强者已经轻车熟路 不过还差一点火候 随后苏平就从空间背包中取出一枚散发着清香的奇异灵果 这正是心运灵果 可助八阶强者瞬间迈入九阶领域之物 紧接着苏平就猛然握拳 利用心力将心运灵果给碾压粉碎 随后苏平就使用心力引导 将心运灵果的全部能量 全部导入唐如烟的体内 而此时唐如烟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哪怕他陷入了昏迷状态 但也依旧不断念叨着眼 就在心运灵果进入他体内的瞬间 一股磅礴的心力立即就充斥他的全身 他的阶位丝毫没有阻碍地顺利突破到了九阶 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响起了提示音 探索时间结束 培育地关闭中 正在回归 话音刚落 唐如烟的身躯就开始化作点点星光 缓缓消失在培育未面当中 而昏迷的唐如烟却忽然断断续续地呢喃道 宇儿 再等一会 姐姐马上就来救你 男人为了让自己的员工早点办完事 竟然一出手就是传奇紧力宝 就在刚刚 唐如烟在经过死亡培育法后 顺利突破到了八阶巅峰 而苏平嫌进度太慢 直接就掏出了可以帮助战宠师 突破境界的幸运灵果 唐如烟在吸收了幸运灵果后 便被苏平带着离开了龙江基地市 陷入昏迷的唐如烟在经过沉睡后 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一起身 唐如烟就感觉身上凉嗖嗖的 狂风不断吹拂着自己身上的衣服 他瞬间就蒙圈了 随后唐如烟就连忙爬起身来询问道 我睡过去多久了 而苏平泽默然地提醒道 一小会吧 你坐稳点 这里可不是幻境了 死了可就没法复活了 只见身躯庞然的紫燕竹火龙兽 正飞翔在云端之上不断地加速 二人所在的位置正是竹龙兽的头顶 唐如烟一想到唐家威在旦夕 他顿时就急了 我们耽搁太久了 现在到哪里了 而苏平泽头也不回地硬道 当初击毙是 现实世界里才过去一晚而已 不用担心 要去哪里 快指路吧 文言 唐如烟立即就陷入到沉默当中 他没想到自己经历了那么多天的死亡经历 居然现实才过去那么短的时间 随后唐如烟连忙起身给苏平支出了方向 叶斗基地势 抖这个方向 然后往这转 遇到的第一个A级基地势便是 苏平则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从空间背包中将卷轴给取了出来 随后苏平就猛地将卷轴伸开 然后伸手进去开始摸索了起来 下一刻 苏平的手猛地握住一柄古朴的长剑 然后迅速将其从卷轴中抽了出来 顿时一阵恐怖的威压就从那柄 长剑中猛然爆发 望着苏平手中那柄不断散发出煞气的长剑 唐如烟的脸上瞬间就变了 你想干什么 可苏平却忽然将那柄长剑塞给唐如烟 你的宠兽当初在龙台山秘境被我斩尽 总不能让你赤手空拳去吧 而唐如烟在接过长剑后 立马就被其散发出的剑气给震惊到了 这是何等灵人的剑气 剑人周围甚至产生了强烈撕扯之感 光凭这剑气便能轻易破开 我在幻境里锤炼过的不动流离身 此等锋芒 我只在舒服的幻海猎神伞上见过 但那可是能屠鲁王兽 并诸多家族所忌惮的传奇奇秘宝啊 一想到这 唐如烟立即就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道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要送给我吗 此话一出 苏平立即没好气的打断道 当然是借给你的啦 这可是大眼真龙王那得到的上古秘宝 你在想屁吃啊 随后苏平就忽然抬手打开一条狭小的空间裂缝 将有黑的小骷髅给召化了出来 紧接着小骷髅在苏平的试一下 缓缓沉默在苏平的影子当中 随后小骷髅就从苏平的影子中 一下子就溜到了唐如烟的身后 隐藏在他的影子下面 唐如烟望着躲藏起来的小骷髅不禁有些恶然道 他怎么钻进我的影子里去了 而苏平则直接无视他的话朝小骷髅命令道 给我看好他 别把剑给弄丢了 文言 唐如烟的脸色瞬间就多了几分笑意 这么说 你同意让我自己回去了吗 见唐如烟的反应这么迟钝 苏平不禁塌了口气道 是啊 鱼木脑袋 不然我花那么大力气培育你干嘛 唐如烟却有些意外道 我还以为你一直看不惯我们家族 而苏平则头也不回地看着前进路线同时开头道 我从未认同你们弱肉强食 在逆境里杀人夺宝的事 只是如今大敌当前需要拉拢人马 仅此而已 开战了开战了 唐家竟在两大家族的围攻下陷入到了灭族的绝境 就在刚刚 唐如烟在听到苏平只是想要拉拢人马 才放自己离开回去帮助唐家后 他的脸色瞬间就黯然了几分 他没有回应 毕竟自己曾经确实凭借着家族力量 然后在逆境里杀人夺宝 可就在这时 苏平忽然抬腿一脚直接将他从龙背上踹了出去 猝不及防的唐如烟瞬间就傻眼了 感受到身体的快速坠落 唐如烟的大脑顿时就一片空白了 而苏平连看都没再多看他一眼 便果断潇洒离去同时开口道 另一个基地市也发了求救信号 不顺路 我们就在这分道扬镳吧 见苏平要抛下自己 唐如烟顿时就急眼了 等等 我没有飞行宠啊苏平 可苏平却头也不回地白手道 记得把注意力放在心力控制上 走吧 见苏平真的没打算帮助自己 唐如烟的脸色顿时骤然一变 可下一秒 他的脑海中就猛然想起自己在昏迷期间 迷离呼呼所看到的事情 再回想起苏平临走前对自己的提醒 唐如烟的瞳孔瞬间一缩 他是让我用心力控制吗 当即唐如烟就紧闭双目 开始飞速运转心力 同时专心将体内磅礴的心力进行操控 虽然身体依然在坠落 但唐如烟还是冷静地尝试放能量 然后通过心力来控制身体 下一刻 唐如烟那正在快速下坠的身体 竟静止飘飞了起来 缓缓飘浮在半空中 当即唐如烟就连忙赶制自己的修为 我竟然会欲空飞行 我达到九阶封号级了 不是梦 之前所经历的全都是真的 唐如烟没想到自己竟然一下子 就从七阶突破到了九阶 他连忙深呼吸将情绪平复下来 再看了看手中那柄寒芒四射的传奇级秘宝 唐如烟的脸色瞬间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一向高傲的唐如烟 忽然猛的凌空朝苏平离开的方向 单膝下跪道 此恩 唐某永生不忘 与此同时 夜斗基地是唐家总部所在地 昨夜唐家就已经受到了 司徒家和王家的联合偷袭 双方的战斗足足持续到了早上 此时两头体型巨大的凶兽 正在唐家驻地内不断肆灭 那些受伤的唐家子弟见状不禁咬牙切齿道 司徒和王家的人疯了吗 竟然把王寿级的凶兽赶进基地市 再这样下去 整个一级基地市都要被踏平 就在这时 一股绝强的气势骤然爆发 幻海神猎散上猛地绽放出万丈燕芒 传奇利宝所施展出的燕芒恐怖无比 哪怕是两头王寿 在被燕芒触碰的瞬间 身体立即就被贯穿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间 司徒家和王家费尽心思赶进来的王寿 就被当场秒 紧接着一名手持幻海神猎散的男子 就率先落到王寿的尸体上吃喝倒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征服我们唐家吗 简直是痴心妄想 男人赫然是唐家总部组长唐灵战 在收拾掉王寿后 他立即高声呐喊道 非语军出阵 把他们一网打尽 由八阶战宠大师搭配子雷却 所组成的非语军 闻生立马就开始张弓搭建 瞄准底下的司徒家和王家 但面对居高灵下的非语军 司徒家和王家的组长 却丝毫不慌 我们当然没有天真到光平两头 不受控制的王寿就能解决唐家 虽然早有传言 唐家的幻海神猎散极其可怕 但你以封号之力施展传奇秘宝 强行斩杀两头王寿 怕是已经透支了秘宝本身储存的能量 只见二人站在一座谷中跟前再次宁笑道 现在才是好戏开场的时候 唐灵战 可不只是你们唐家一家才拥有传奇秘密宝啊 而眼尖的唐灵战在看到那座谷中后 原本沉稳的神情瞬间就变成了惊骇 紧接着唐家驻地就猛然爆发出一阵响彻天边的轰鸣 爆炸的范围之大 几乎波及大半个基地市的区域 就连刚刚赶到距离基地市 还有不少距离的唐如烟 都被爆炸的余波给震住 感受着前方传来的动静 唐如烟的脸色瞬间就凝重了起来 失业斗基地市方向传来的动静 余波竟然传了这么远 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明镇天下的唐家少主 现如精进沦为了阶下囚 就在刚刚 为了彻底将唐家给抹除 司徒家跟王家合力祭出了传奇集密宝 两家族长没有一丝犹豫 漠然能量爆发 一掌同时拍打在鼓中上 顿时一道嗡名声从鼓中内震荡而出 一股看不见的空间震动随之席卷 鼓中上方竟浮现出两道森森鬼影 受到终生波及的唐家众多封号及强者 身体骤然一震 猝不及防 险些趴倒在地上 但那两道骷髅虚影在张开锯嘴的瞬间 唐家众人的心力瞬间就以极快的速度流失 这诡异的一幕 瞬间就让唐灵战有些心惊 在口魔中 仿佛无底洞搬抽走了我们的心力 唐灵战这下终于认出那剑谷中的来历 能够横压一族之物 但是吸收万人血肉才能炼制的传奇及邪气 是魂中 见唐灵战居然如此了解是魂中 司徒家立马宁笑道 哈哈哈哈 老唐 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啊 不然你以为我们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来啃你这块硬骨头 没有心力 你们只是群断几只犬 话音刚落 两族的战宠师大军立马就冲进了唐家府邸 将前方抵挡的唐家子弟击溃一片 心力被抽空 并且在两家的合力冲击下 唐家迅速溃败 完全没有反抗能力 唐灵战因为换海神猎散的缘故 暂时将那股奇异的犀利抵挡住了 紧接着唐灵战就猛然挥舞换海神猎散 救助族人同时怒吼道 是可杀不可辱 此仇我们唐家他日必定百倍奉还 唐灵战此时已然轻轻抱起 不断喘息 但有些倦意的脸上瞬间 就露出森人杀意 而王家族长对此却只是发出一道不懈的冷笑 他日 今天就送你们唐家全族上黄泉 戴上来 话音刚落 一名白发少女就被联军的小嘎嘎从后方押送了上来 她正是唐灵战的女儿 唐如烟的妹妹 唐如雨 见自己的女儿被劫持 唐灵战立即就爆发出一道愤怒的大吼 女儿 快放了我女儿 王家族长文生 当即就一把将唐如雨提起冷哼道 谁不知道你们唐家栽培的一表一里两位少主 一个上知天文下小地理 一个根骨超绝能征善战 若放任 不管 待到他们株连闭合之日 哪还有我们立足之地 说到这 王家族长忽然猛地将唐如雨狠狠地往墙壁上一暗冷声道 另一个少主在哪 快说 不然就让你尝尝背识魂中急血尸骨之苦 话音刚落 是魂中瞬间就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疯狂汲取着唐如雨的生命精华 可唐如雨却默不作声 强称的痛苦 她哪怕死也不会说出唐如烟的下落 唐如雨通过家族情报 早就已知晓唐如烟在宠兽店当店员的事情 唐如雨知道唐如烟现在一定过得很好 自己也一定会守护好她 当即唐如雨强称的痛苦 暗暗在心中祈祷道道 千万不要回来啊 然而就在这时 漆黑的世界中猛然裂开一道光线 一柄古朴的长剑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破空而出 而那座传奇秘宝是魂中 也在这一刹那 被长剑当场击穿 化成一堆废铁 这个女人在获得了苏平的帮助后 终于展露出惊人的战力了 就在刚刚 可以无限吞噬心力的是魂中 竟被一柄破空而出的古朴长剑给击毁 是魂中被破 司徒家和王家族长在这一刻同时 被是魂中所爆发出的强大能量给当场震飞 司徒族长在回过神来后 立马就脸貌清津的大吼道 什么人 可场面却一片寂静 只有那柄散发着剑气的古朴长剑 直挺挺地插落在地面之上 而唐灵战剑是魂中被破 立马就又惊又喜道 是魂中可以说是家族命脉的传奇奇秘宝 竟被一击毁灭了 此时的司徒族长已然气炸了 他当即就朝小嘎嘎们大吼起来 什么人敢化我好事 给我把他带过来 可就在这时 那柄青色的古剑却忽然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 剑身似乎受到操控一般开始从地面拔起 下一秒 古剑就在心力的操控下瞬间飞离地面 然后在空中飞速旋转横扫 而那群想要靠近古剑的司徒族人 根本就没办法抵抗古剑的剑气 纷纷被斩于剑下 在将四周的司徒族人干掉之后 古剑忽然爆发出一阵惊芒 朝着半空击射而去 只见漂浮在半空的唐如烟在接住古剑后 这才缓缓开口道 不必费力 我就在这 底下的唐如烟一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眼中立马就涌出泪水 紧接着唐如烟就猛然抬头寻声望去 在看清对方的模样后 他整个人瞬间呆住 只见一个身材极其修长的身影 手持古剑悬浮于半空之中 来者赫然是唐如烟 此时唐如烟那一双俯视而下的冰蒙眼眸 犹如极北的寒冰 令人感到心底发凉 你们要诛灭唐家 怎能露了我 唐灵站在看到唐如烟后 立即就露出震惊之色 欲空飞行 是封浩吉 如烟你现在是九阶强者了吗 司徒组长剑撞 立即就爆发出一阵怒吼 不过是封浩吉 谁家没有啊 给我上 活抓那狂妄的妮子 我要将他当众灵池 话音刚落 树道人影瞬间腾空而起 这些人赫然都是司徒家的长老级人物 全都是封浩吉强者 紧接着半空中就不断出现空间裂缝 面对可以一箭破灭是魂中的强者 他们可不敢怠慢 率先开始召唤各自的战宠 可唐如烟却仅仅只是随意一眼 就看出实际处致命破绽 这些人的速度 对他而言实在是太慢了 就在这些封浩强者逼近的瞬间 唐如烟骤然一箭砍出 剑刃斩向他们紧薄的刹那 时间像是瞬间缓慢 骨剑划过 凡是被剑气触碰到了 身体纷纷骤然爆裂 不仅是战宠师 就连他们所召唤出的九阶战宠 也纷纷陨落在剑气之下 而唐如烟似乎依旧漂浮在原地 就跟从未动过一样 但这一箭 却秒杀掉几名司徒家的封号强者 王家族长剑撞立马就震惊到瞪大眼睛 居然可以轻易破开九阶的星盾 并且还连斩三名封号 那柄剑莫非是传奇及密宝 笔下唐家的族人 也同样看傻了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道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而唐如烟虽然面对围攻 但却依旧淡然道 叔父大人 限制心力的邪中一会 鱼儿就交电你们了 失去了是魂中的压制 唐灵战立马就起身 迅速击退身边的小嘎嘎回应道 那是自然 如烟 我们一同杀尽这帮孽畜 而唐如烟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冰冷的眼眸居高 零下俯视着底下的众人 眼中已然露出滔天的杀意 这个女子依靠着苏平赋予的秘宝大杀四方 可司徒跟王家的族长 却联手召唤出各自的最强战虫 准备将其拿下 就在刚刚 唐如烟凭借着封号级的修为 以及传奇吉利宝 一出手就连斩对方几名封号级高手 但司徒跟王家的联军战虫师 却人多势众 数只战虫很快就袭到了他的身旁 只见唐如烟手中的骨剑飞速舞动 那些战虫的身体骤然爆裂 化作七八段 躯体都被斩断 死的不能再死 可那些战虫师在失去了一批战虫后 却再次打开召唤裂凤大喝道 还没玩的臭娘们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王牌战虫 话音刚落 小嘎嘎的战虫还没从召唤裂缝中出来 唐如烟如沙神般的身影 就已经袭到了他的跟前 唐如烟仅仅是随意也 就看出实际处致命破绽 他眼中立即闪过一抹讥讽之色 接着唐如烟就飞速挥舞手中的骨剑 这些封号级强者 根本没办法抗住 他那瞄准要害的凶猛攻势 这始料未及的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 只有其中几位封号极限 探清了唐如烟的出手 只是那速度太快 让他们感到恐怖和不可思议 这是封号极限才能达到的速度啊 司徒跟王家的组长这下彻底坐不住了 他们立即开始召唤战虫 同时冷声道 该死 进展了我们这么多名封号 唐如烟 我要亲手包了你的皮 出来 他们不敢大意 直接召唤出了各自的战虫 伴随着争鸣的咆哮 两头九阶极限的战虫 立即就从空间裂痕中缓缓探出 两位组长的封号极气息雄魂 犹如山岳般身不可测 都是封号上尉 只见二人的战虫猛然落地 立即就将地面践踏的身陷下去 二人也顾不着脸面 直接选择合力围攻 而唐家众人见二老如此无耻 立即就开始冲锋想要保护唐如烟 只要唐如烟能逃走的话 唐家不会就此灭绝 未来还有崛起的希望 而那头牛头怪在面对唐家军的冲锋 立即猛然起身 然后迅速抬起庞然的双手 开始使用黑暗系技能 唐家长老见状顿时心头一突 显然知道对方要出招了 当即唐家长老就连忙催动心力 猛然用长枪瞄准牛头怪的头部 使出技能烈阳一闪 接着就爆发出一阵剧烈的轰鸣之声 烈阳一闪所爆发出的心力射线 直接就轰击在牛头怪的头上 一众唐家军立即就趁机开始发动猛攻 不过唐家军中虽然都是高阶战宠师 但封号级的强者还是太少了 他们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 对牛头怪发起攻击 而司徒跟王家的组长见此情景 却丝毫不慌 反而露出一抹不懈的冷笑 接着那头被轰击中的牛头怪 就猛然出手 巨大的拳头轰然落地 刚冲到他身旁的唐家军 立即就被这恐怖的一拳给全部震飞 唐家长老见牛头怪 吃了自己的拳力一击 居然一点事都没 顿时就惊呼出声 怎么会毫无反应 而唐灵站在收拾掉附近的联军后 立即朝着众人大喝道 别管那些邪兽 擒贼先擒王 飞与君 执取他们的组长 出手了出手了 苏平手下的第一猛将小骷髅终于出手了 就在刚刚 唐灵站见司徒跟王家组长所召唤出的邪兽 极为棘手 便命令飞与君直接攻击二人 唐家的飞与君在收到唐灵站下达的指令后 立即开始张弓搭建催动心力 瞄准司徒跟王家的组长 而司徒组长见飞与君要插手 立即就不耐烦地摆手道 少来碍事 而他身后的那只仗着马脸的奇特战宠 顿时就开始喷出一团幽绿色的诡异气体 仅仅只是眨眼间 马脸怪所喷出的绿色气体就覆盖了整片区域 而牛头怪也在这时猛然出手 狂暴的旋风立即就让那些气体朝着飞与君飞速蔓延而去 正在蓄力准备发动攻击的飞与君 一下子就被那浓浓的绿色雾气给吞没 附带毒性的雾气立即就让飞与君失去了战斗力 见上空碍事的飞与君没办法加入战场 牛头怪和马脸怪立马就开始俯下身来开始蓄力 紧接着牛头怪和马脸怪就猛然一灯朝着半空击射而去 仅仅只是脚下爆发出的恐怖的距离 瞬间就让地面开始崩裂 与此同时 唐如烟以一己之力独占两家联军的高阶战宠师 虽然他有秘宝在手 但也逐渐开始感到有些吃力 就在唐如烟专心收拾眼前的敌人之时 牛头怪和马脸怪已然同时举起庞然的巨拳 悄然冲到了他的身后 这两头携受出手的时机非常狠辣 正好卡住了唐如烟的视野 而且出手极为迅速 让他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而底下的唐如与健壮立马交集的大喊道 姐姐 当心六点和八点钟方向 闻声 唐如烟立即就透过心力感知察觉到了身后的异动 但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但唐如烟没有慌乱 在培育卫面的无数次复活让他学会了冷静 只见他的身形在半空飞速扭转 在躲避的同时快速出手 将牛头怪和马脸怪砍成无数碎块 唐如雨见唐如烟摆脱了危机 脸上立即就不禁露出了一抹笑容 而唐如烟也默契地朝唐如雨望去 刚刚若不是有唐如雨的提醒 说不定自己已经中招了 可就在唐如烟走神的间隙 那堆碎块中 竟然窜出无数根触手 趁着他走神的间隙悄然将他给包围了起来 下一秒 触手就迅速缠绕收容 将唐如烟给结实地捆绑了起来 望着眼前那些碎块 唐如烟立即就惊呼道 竟然还活着 司徒组长见顺利拿下唐如烟 顿时就狂笑道 小妮子 没见过改造成弑魁的宠兽吧 就算斩成碎块 也没法摆脱他们 被触手紧紧缠绕无法挣脱的唐如烟 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 可恶 大意了 而王家族长也连忙掏出自己的长刀冷声道 果然现在灭掉你们唐家 是个正确的选择 接着王家族长就脚下一灯 抄起长刀就朝着唐如烟挥砍而下 同时大吼道 你的奇经八脉已经被锁住 没法催动不动流离身的 给我死吧 眼看唐如烟就要当场殒命 唐如烟立即就惊慌了起来 不要啊 而唐如烟此时已然无力回天 既无法挣脱 也没办法催动心力防御 只能下意识地闭目等死 可让王家族长意外的是 自己的长刀确实结结实实地砍下去了 但却当场碎裂开来 但挡住下这臂杀一击的却不是唐如烟 而是一只忽然从他身上冒出来的漆黑骷髅 王家族长在看清那骷髅的样子后 瞬间就脸色一变 他知道 整个亚路区只有一个人拥有这种奇特的骷髅种 紧接着就猛然响起一道破空之声 小骷髅动了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随手就朝王家族长挥出了一刀 接着地面就爆发出一阵轰隆的巨响 小骷髅的骨刀刚挥下 一道恐怖无比的刀气就袭紧而出 整个唐家驻地瞬间就烟成四起 在烟雾消散之后 被刀气破开的地面 已然变成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 仅仅只是一刀就将唐家驻地给破成了两半 司徒族长感受着小骷髅身上所散发出的恐怖威压 立即就趴在地上惊恐道 那是什么东西 只见小骷髅静静站在半空中 挡在唐如烟跟前没有动作 但他身上所散发出的恐怖气息 已然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站立 那是属于远古骷髅王所拥有的恐怖威压 这个男子虽然在不断变强 但在真正的天命静面前 依旧存在无法逾越的天折 在唐如烟池园唐家的时候 苏平却乘坐着紫燕竹龙兽 朝着另一个方向不断前行 紫燕竹龙兽的飞行速度很快 在苏平的示意下飞速前行 此时苏平整个人矗立在紫燕竹龙兽身上 眼眸凝视着前方 但显然心神并不集中 在紫燕竹龙兽飞行到半道之际 他忽然发现了什么 瞬间就一惊 然后进入到警戒状态 只见一个高耸入云的赤色藤蔓巨人 缓缓从地面上站起 而这只巨人身上的藤蔓不断挥舞 每根藤蔓上都束缚着一名战宠师 苏平紧紧只是扫了一眼 就发现此时正有数百名战宠师 正在被吸取生命精华 苏平一看到藤蔓巨人 脸色瞬间骤然一变 拳头不惊捏的咔咔作响 藤蔓巨人正是彼岸的分身 不断为他吸取战宠师的生命 制造能量水晶 苏平见彼岸出现 立即爆发金屋神魔体 大吼一声 彼岸 受死 接着金屋虚影猛然浮现 苏平一拳砸出 蕴含磅磅磅能量的金屋之拳 瞬间朝着藤蔓巨人爆砸而去 可那藤蔓巨人却不躲不闪 只是直挺挺的矗立在原地 就在这一拳就要落下之际 藤蔓巨人的躯体忽然猛的一闪 镇魔神拳直接透过了巨人的虚影砸了个空 接着藤蔓巨人那庞然的身躯 再转瞬间就出现在苏平的身后 苏平显然没料到自己会落空 顿时就愣住了 但苏平的反应很快 镇魔神拳再次发动 猛然转身朝着身后的藤蔓巨人爆砸而去 但这一拳却再次落了空 藤蔓巨人又一次的顺闪躲开了攻击 就在这时 苏平的脑海中忽然浮起乔安娜的声音 没用的 没用的 下一秒 苏平就感觉眼前一花 回到了宠兽殿当中 乔安娜则背负双臂微微叹息道 你忘记我说过的话了吗 接着乔安娜就朝苏平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即使彼岸在虚弱 没有法则之力也奈何不了她 这便是你与天命境之间 无法逾越的天折 话音刚落 苏平就感觉空间在扭曲 眼前的一切开始虚化消失 只留下乔安娜玩味的笑声 接着苏平的耳边就响起震震呼喊之声 苏老板 您在听吗 苏老板 下一刻 苏平就从梦境中的脱离 有些心有余悸地望着眼前的通讯面板 苏平见刚刚那一切只是一场梦 顿时就松了口气 而周组长见状也明白苏平是走神了 明回龙江后似乎一直没有休息 就算是战宠失之躯恐怕也撑不住啊 而苏平却摇了摇头开口道 我没事 周云童负责的羁绊契纪约研究计划怎么样了 周组长文声变连忙回应道 您不再不知道 质疑和投诉的信息简直堆积如山 听说培育师协会的门槛都快被抗议者摸平了 此话一出 苏平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这么夸张 有必要的话 我现在立即回 这个男子怎么也没想到 此行的任务 居然是要帮助曾跟自己有过节的原家 就在刚刚 周组长表示苏平的羁绊契纪纪纪研究计划 引起了无数的质疑和投诉 见情况这么严重 苏平立即表示自己可以马上回去处理 但周组长却呵呵一笑打断道 苏老板稍安勿躁 且听老朽说完 咱们店对宠兽立竿见影的培育效果有目共睹 每天择落不绝的客人和订单 日积月累下形成了公信力 这是您当时预定的精英研究小组规模 而这是目前实际参与的研究项目规模 比您当初预定的人数还要多上几倍 羁绊契纪约能将宠兽获得的部分提升回馈给战宠师 这可是能一举颠覆整个培育和战宠师界的大师 同时也是众望所归 再多质疑亦不能阻挠分毫之事 苏老板请您只管安心等候吧 文言 苏平不禁浮起了一抹笑意在心中暗道 很好 我冲击天宁静的地基看来已经成功扑下 不必胡思乱想了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解救外面人在抵抗彼岸叛军势力的同伴 积攒有生力量 等羁绊契约出来后再武装他们 最后打倒彼岸 建一切正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 苏平立即站起淡然道 继续汇报关于营救的事情吧 接着就响起周组长的回应声 明正前往的呼救信息 我查了一下 来源标记是原家 是我们亚禄区为三的传奇集战宠师 袁天宠的那个袁家 如果得他相助 咱们的队伍定能如虎添翼 一听到袁天宠这个名字 苏平的心头顿时就一愣 这次去救援的对象 竟然是袁天宠吗 接着苏平就不禁回想起 自己曾经和袁天宠所发生的事情 还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不过曾经做出那番霸道行径的 袁天宠居然没有加入彼岸势力 这点倒是开始令我刮目相看了 就在苏平思索之时 紫燕竹龙兽似乎发现了什么 忽然发出一道嘶吼 打断了苏平的思绪 苏平闻声顿时一惊 然后连忙朝着不远处望去 在看到地上那群密密麻麻的凶兽后 他立马就喃喃道 就是前面那了吗 与此同时 袁家的战宠师们 已经陷入到了绝境当中 无数高阶凶兽的包围 让他们看不到丝毫逃生的希望 而凶兽的速度和力量都极为强悍 哪怕身为高阶战宠师的袁家家臣 也根本无法抵抗 就在小嘎嘎被凶兽抓住的刹那 天空中一道倩影鞋 带着一只凤凰战宠 猛然从高空中俯冲而下 而底下的家臣们 见状立即就惊呼了起来 是小姐来了 只见一道凌厉的火光 忽然从空中展落 那只凶兽的巨手 瞬间就被一分为二 这正是袁灵路的绝技凤凰级艳展 接着袁灵路就开始 不断在凶兽群中冲杀 不断灭杀那些靠近原家族人的凶兽 但袁灵路的体力和心力 无法支撑他持久作战 很快他就累得气喘吁吁了 此属和我都到极限了 该死的凶兽 实在是太多了 就在袁灵路历劫之时 一道恐怖的兽影忽然袭到了他的身后 一旁的小嘎嘎健壮立马就焦急道 小姐快躲开 说时池内时快 在袁灵路转身的刹那 那只兽爪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道金色的拳影忽然从高空轰落 精准无比地将那头企图偷袭的凶兽给当场轰杀 接着天空之上就不断冒出金光 袁灵路健壮顿时脸色骇然道 你们快看天上 天上下拳头了 只见高空的云层之上 不断响起轰隆隆的巨响 无数金色巨拳 宛然流星一般 飞速地朝地面的凶兽群坠落 第一次看到这等震撼情景的袁灵路 瞬间就呆愣在了原地 这个男人一登场 所展现出的无敌战力瞬间 就将昔日的老对手给震惊到嘴巴大张 就在刚刚 苏平在原家就要被团灭之际 即使感到并疯狂挥出震魔神拳 来捏杀那些可怖的凶兽 可就在这时 一头浑身肌肉囚结 并且可以轻而易举手 撕普通凶兽的巨型类人形凶兽 猛然从兽群中走出 将一切拦在他肩前的东西给撕碎 见此情景 袁灵路顿时瞳孔一缩 这是何等残暴的蛮力 明明我用尽全力才能斩断的凶兽 他竟然可以随手撕碎 那就是这群凶兽的首领吗 只见凶兽首领猛然攻身 浑身肌肉骤然爆出青筋 他的背部轰然隆起 同时传出一道愤怒的嘶吼 一群废物 我亲自出马 紧接着凶兽首领就猛然起身 后背已然伸出了三双手臂 朝着空中轰落的镇魔神拳迎了上去 可下一秒 镇魔神拳上传出的恐怖能量 就将他给震撼到脸色巨变 而苏平显然也发现这头首领的存在 在这支巨拳落下的瞬间 后面跟着的则是暴风雨般的轰击 凶兽首领瞬间就被轰趴在地 不多时 整片区域的凶兽就被禁术砸碎 整片区域只残留下遍地的拳头深坑 原家的小嘎嘎见状立马就放松了下来 而袁灵露则安安亥然道 那一身蛮力在这霸道拳法面前 只同堂壁挡车一般就灰飞烟灭了 这破坏力该不会是传奇极吧 接着袁灵露就连忙弯身恭敬地呐喊道 不知是哪位前辈出手相助 请现身受晚辈一拜 原家定会记住这份大恩 苏平文言便从空中缓缓降落 然后瞬间就脸色一变 救他的赫然是曾经在龙骨塔中竞争传承的苏平 这一瞬间苏平在传承之地中忽悠他 并且暴揍他的痛苦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他做梦也没想到救自己的人居然会是苏平 见袁灵露发愣 苏平便开口打断道 无必多礼了 袁天臣呢 他怎么不在 此话一出 袁灵露立马就炸了 我离你个大头鬼啊 要不是被你夺了龙王传承 区区这些凶兽我也能绞杀 还有不准直呼我爷爷的名讳 他老人家正坐镇祖宅 抵御外敌呢 苏平则没好气道 好了好了 别闹了 快带我去找他 接着苏平就面露严肃道 你爷爷现在可能有危险 一听这话 愤怒的袁灵露立马就冷静了下来 但转念一想 袁灵露就冷哼道 休想骗我 我爷爷有传奇及实力 加上祖宅的防御攻势 绝对万无一失 苏平闻言顿时就叹息一声 然后打开手环没好气道 若真的万无一失 又怎会将你送走呢 接着苏平的手环上 就弹出袁天成身负重伤的照片 袁灵露见状立马就骇然了起来 好夸张的伤口 你把我爷爷怎么了 苏平在关闭照片后便解释道 他很早之前因为龙台山秘境的事 来过我们便找茬 我们只是正当防卫而已 这件事虽然被袁天成封锁了消息 但他现有实力 确确实实已经跌落传奇及了 一个年岁过百的封号 即被彼岸叛军重重包围会怎么样 不用我多说了吧 袁灵露则脸色凝重的开口道 最后一个问题 我爷爷当时可是这片大陆区维尔的传奇及高手 你还没获得龙王传承 是怎么重伤他的 面对袁灵露的质问 苏平则干脆的将紫燕竹龙兽召唤出来 同时漠然道 难道就你们家有高手作证吗 来了来了 大眼天龙犬的第一道封印 终于迎来了解封之石 就在刚刚 为了证明宠兽殿的实力 苏平直接将紫燕竹龙兽给召唤出来 在苏平打开召唤裂缝后 羞勇的烈焰瞬间扑腾而出 紫燕竹龙兽那庞然的身影立即从中迈出 宛如从修罗炼狱中走出的恶龙 浑身紫红相间的灵片 散发着霸道的威严 有种君王般的气息 而苏平望着傻冷的园林路顿时就开口打句道 曾经敢上门找茬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吃不了兜着走 我们店的底蕴只需要看一眼就明白了 你不会还没去过我们那培育吧 人家的小嘎嘎们顿时就骇然了起来 好夸张的体型 那就是龙街排名第三的炼狱竹龙兽吗 不对 纯真的炼狱竹龙兽我见过 正常体型只有这头一半大 而且它头上的金角 还有背上的紫燕并毛也散发着非同寻常的气息 这是罕见的竹龙兽亚种 而袁林路则一脸不服气的嘴硬道 小狗才找你培育 苏平却弯身打断道 随你便了 所以到底走不走啊 但袁林路却犹豫不决道 爷爷给我的命令是 去附近安全的基地是避难 在他允许之前绝对不准回来 爷爷的话就是绝对 我本应该得救后 无视你转头就走了 但现在却因为你 我得第一次违背爷爷的话了 我能信任你吗 而苏平却直接一把将袁林路拽起淡然道 我说过了 我是来救人的 眼下的局势你应该明白 一位传奇战宠师到底有多重要 如果你想治好袁天臣的伤势 恢复他的实力 那就立刻带我去找他 见苏平那副严肃的表情 袁林路立即点头道 我知道了 在袁林路的指引下 紫燕竹龙兽很快就赶到了阻地 苏平健壮却脸色难看到 看样子这里的守军已经完全沦陷了 袁林路健壮也瞬间脸色骤变 我离开前基地是还完好无损的 才半日竟然就被毁成这样了 然而就在这时 地面忽然轰射出数道灵力的能量射线 尽数轰落在猝不及防的紫燕竹龙兽身上 苏平健壮立马一把抓住袁林路的手提醒道 抓稳了 而袁林路则咬牙切齿道 是那些投靠彼岸的人吗 不用操心我 紫鼠会飞 我可以招他出来载我 苏平文言却摇了摇头道 你是说紫灵神凤吗 现在还不行 火力太密集了 而且大部分都达到了九阶战力 紫灵神凤是偏进攻的战宠 挨不了几下子就没了 而底下的小嘎嘎剑攻击居然没效 立马就抬手指挥道 我们的防空战宠居然打不动 看来天上那头龙是条大鱼 吸收了肯定能长不少修为 所有人把战宠拉出来击火他 话音刚落 一大群九阶战宠师就纷纷召唤出 各种最强的攻击性战宠 对着空中的紫燕竹龙兽开始了疯狂扫射 眼看彼岸军团人多势众 苏平立即就开始暗暗思索了起来 老龙王在大眼天龙犬身上放的三道封印 如果全部解开 狗子就能突破到传奇级之上的星空镜 这是我打算利用羁绊契约获得回馈 蹭到天命境的另一个关键 如今我已达到传奇级修为 能承受助解开第一道封印所带来的反噬 正好拿这些叛军验证一下 狗子体内是不是针锋存有这么大的能量 接着苏平就果断打开召唤空间 一道金色的裂痕瞬间凭空浮现 底下的小嘎嘎立马就震惊了 天色怎么变了 快阻止他 上面的人在召唤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而苏平在召唤出大眼天龙犬后 立即镇臂呐喊道 大眼天龙犬 出来 第一道封印解 只见大眼天龙犬的体格在这一瞬间开始猛然暴涨 身上一道无形的枷锁猛然破碎 他的身体就像被撑开一般 双目爆发出夺人的精芒 他猛的发出咆哮 这咆哮近乎龙吟 颇有星空老龙咆哮的气势 突破了突破了 大眼天龙犬的实力终于突破到了虚动静 就在刚刚 苏平在解除龙犬封印的瞬间 他的体格立即开始缓缓增长 身体就像被撑开一般 双目散发出夺目的精芒 猛的发出咆哮 这咆哮近乎龙吟 颇有星空老龙咆哮的气势 接着就传出轰的一声 原本气势暴增的大眼天龙犬 体格瞬间撑大了两倍 纯金的毛发看上去没那么耀眼 却多了一份深邃和威严 原本的耳朵上更是多出了一对金色的龙角 他的实力也暴涨到了传奇第二季 虚动静中卫 苏平健壮不由暗暗嘀咕道 一解之后的龙犬外形 比刚获得传承时 要更接近大眼真龙一族了 不知道实力如何 而原灵路则暗暗吐槽道 这龙犬的样貌 竟然和上次见面交手时的 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他散发出的龙气 怎么这么熟悉 而彼岸军团的小嘎嘎 见状立马就发出一阵不屑的笑声 明明是条狗 还敢自称天龙 全力输出 做掉它们 劳资来尝尝咸淡 话音刚落 地面的宠兽军团 立即就开始疯狂扫射 密集的能量光束不断轰落 但大眼天龙犬和紫燕竹龙兽 却毫发无伤 苏平见状不禁暗暗皱起了眉头 这群叛军的实力 普遍在八到九阶 传奇一进汉海境的紫燕竹龙兽 面对它们的集火 虽然也可以以肉身硬扛 但就像是被一群小孩子 用玩具剑乱投 虽然不致命 可痛胆依旧让人烦躁 这也是紫燕竹龙兽 自主用出防御宠剑的原因 可苏平却发现大眼天龙犬 面对这种密集的攻击 却根本没有使出任何防御技能 只见大眼天龙犬 任由那些能量光束轰落在身上 并且还一动不动 甚至还露出一副 极为享受的表情 那些叛军的八九阶的攻击 对于虚动静中卫的 大眼天龙犬来说 简直就是在撒娇 而大眼天龙犬 在享受了好一会之后 就顶着密集的攻击 朝着彼岸叛军的位置 缓缓逼近 这下那些小嘎嘎立即就慌了 我们的攻击冥冰全中了 怎么会毫无反应 剑鬼了 这是什么肉体强度啊 领头的胖子剑壮 立马就转身想要开溜 难道是传奇级 该死 居然碰到硬查了 而袁灵露剑叛军要逃 当即就抽出配剑咬牙切齿的 你们这些禽兽 害了那么多人 还想跑 剑袁灵露在抽出长剑后 就要去追那群叛军 苏平立马就开口打断的 放心 我刚才只是在测试龙犬的能力 不会放过任何人的 与此同时 大眼天龙犬忽然散发出一阵磅礴的龙威 那双金色瞳孔猛地爆发出可怖的杀气 他那只巨爪也在这时开始动了 庞然无比的巨爪立即就锁定小嘎嘎们的位置 叛军的小嘎嘎见状 顿时就发出惊呼之声 快走 他要出手了 分开跑 还没等他们跑出多远 巨爪就轰然落地 爆砸在地面之上 恐怖的气浪立即就自爪子上爆发而出 地面开始军烈崩塌 而那些八九阶战宠 也被纷纷震飞 地面还不断拔起庞然的石墙 将叛军的退路给隔断 叛军头目在看到周围的地形开始剧烈震动 立马就慌了 他要干什么 只是眨眼间 叛军头目就呆愣在原地 只见一面高耸无比的巨大石墙就骤然形成 将整片区域给包围起来 这下叛军们彻底看傻眼了 那头龙犬 竟然只是一掌就改变了地形 男人为了能击败彼岸结束灾难 竟再次吸收能量水晶 就在刚刚 大眼天龙犬只是随手往地上一拍 就将整片区域的地形给改变 苏平在看到大眼天龙犬的实力后 不禁感到有些压抑 原先的防御剂盖亚守护 只能释放在个体身上用来提升防御力 而现在却能释放在整块土地上 当成类似牢笼的禁锢剂来用 不错 老龙王传承的力量不止强化了体魄 连宠记的运用能力也一并提升了 一旁的原灵鹿直接就看傻了眼 好强 这就是当初击败我的怪物吗 与此同时 知道逃跑无望的叛军首领 直接就扑通的跪倒在地 接着他就朝着苏平的方向大声求饶了起来 上面的传奇前辈请名高抬跪手 是我们有眼无珠 请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苏平文言当即就从竹龙兽身上缓缓飞出 居高临下的漠然道 追随彼岸的人不应该把弱肉强食奉为真理才对吗 你们在吞噬其他人的时候 也做好了随时被强者碾碎的觉悟才对吧 一听这话 胖子瞬间就慌了 不不不 传奇前辈您误会了 我们绝没有死心踏地 跟着那种邪魔外道的想法 当即胖子就连忙将身上的能量水晶奉上 我们出来混不过是想变得更强罢了 只要能变强 跟谁不一样吗 附近这一带我们还挺熟的 只要前辈肯留我们一条贱命 不管是带路还是取宝 我们都在所不辞 圆灵路在看到能量水晶的瞬间 立马就暗暗咬牙切齿起来 那便是彼岸从活生生的战宠师身上抽取出来的东西 他们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毁了整座基地市 就在这时 苏平忽然说出一番让圆灵路震惊的话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把东西放下 站起来吧 此话一出 叛军们立马就纷纷掏出水晶 发出一阵笑声 还是前辈直爽 弟兄们几个从今往后就听从您的指挥 就在小嘎嘎们放下能量水晶的瞬间 大眼天龙犬忽然动了 直接跃到了那层高高的岩壁之上 然后爆发出一道震天的龙吼 大眼天龙吼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微设计范畴 具备音波技能的特性了 恐怖的音爆 已然可以造成十字般的催哭拉朽力量 龙吼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仅仅只是眨眼间 就将一众叛军给全部秒杀当场 虚动静的龙吼霸道无比 叛军的骨骸甚至化作了飞灰 凉了一地 苏平这才催动心力 将地面的能量水晶给全部拾起 随着苏平心念一动 满地的水晶立即腾空而起 往他的位置飞去 能量水晶一入手 苏平直接就当场吸收 同时发出一道冷冽的声音 不要以为越过了底线 还能入无其事地跨回来 见此情景 袁凌露立马就暗暗骇然道 他居然面不改色地 把那些水晶全部炼化吸收了 这跟那些投靠彼岸的人有什么区别 苏平在吸收完水晶后 便再次开口道 走吧 快带我去找你爷爷 接着就传出他阴冷且坚定的声音 只有解决掉彼岸 才能彻底平息这场灾难 闻言 袁凌露的瞳孔立马震惊了 他是认真的 难道说他打算担负起除掉彼岸的重任吗 在袁凌露的指引下 苏平率领着两只宠兽便再次启程 而天空上的云窝却在这时开始越聚越大了 不多时 二人就赶到了袁家府邸 可原本宏伟的府邸已然破败不堪 整座袁府已经变成了炼狱 火焰不断燃烧 各处房子也坍塌崩裂 显然已经被攻破了 苏平还是来晚了一步 袁凌露见此情景立马就脸色骤变 怎么可能 我们家设有爷爷花费多年精心布置的防御阵法 只要他老人家亲自坐镇 就算王寿来了也能拖上一天的 更何况刚才伏计我们的那些人 根本没有王寿或者传奇级的修为啊 苏平没有浪费直接 直接飞身朝着袁府飞去同时开口道 光猜也没用 总之先下去看看情况吧